中国总理李克强首次访问马来西亚 便带来了三份大礼 包括用市场价购买大马国债 在大马发放债券 以及提供总值500亿人民币额度的RQFWI 什么是RQFWI 为什么是500亿呢 大马国债到底是多少钱 还有这个1MDB以98亿的代价 把EDRA子公司卖给了中国广核集团 这些交易对马来西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短片过后我们正式进入今晚的百个大家讲 2015年11月23号 一马发展公司宣布 他们以98亿令吉脱售Edra全球能源公司 给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同一天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宣布三项措施 中华愿意加强和马来西亚的金融合作方式 我们将企会继续按照市场的政策 我们也会在马来西亚发布人民币 我们还要向马来西亚提供500亿额度的RQ品 这些来自中国的前朝 能够处理掉EMDV的烫手山芋吗 稳不稳得住大马的经济和金融呢 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百个大家讲 今晚的主题是 中国送钱 大马就真的可以要到并出吗 在节目还没有这次开始之前 在这个电脑前面留守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在这个节目半途进行的时候 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提出来 我们将会筛选一些问题 然后让我们的嘉宾来作答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播室 在这里就邀请了两位经济学的专家 专家我隔壁的是张永龙主任 他是英国Nottingham大学大马分校的经济系主任 是 欢迎您 然后在这个张主任隔壁的 我们有独立宏观分析员何启斌和博士 欢迎两位来到了我们的 不要忘记他是John Hopkins的毕业生 对 这就没有 John Hopkins 的确是 而且也曾经是台湾台大的讲师 而且是人才回流了 这好不容易邀请了两位经济学博士专家上来 好 那么其实在这个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 就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 他们就访问马来西亚 然后就给我们送来了一个三份大礼了 就包括了说要这个购买我们的国债 然后发放这个债券 还有这个提供500亿人民币额度的RQFWI 其实张主任什么是RQFWI RQFWI是中国针对外来投资者 他们可不可以在中国投资的一种办法 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 他们是理论上是来讲不对外开放的 除非你有特别的像一种license的话 那RQFWI就是WI的话 它就是说某一些受承认的 国家的那些金融机构 可以透过案外的那个人民币的那个户头 去在中国进行金融商品的那个交易 这样子 比如说可以到他们的上海 或是深圳的股市买卖股票 或是买卖他们的那些债券之类的东西 那对吗 大马提供这个500亿人民币的额度 就是说马来西亚国内的一些金融机构 他们能够在中国购买 达到就是交易达到500亿人民币的这个额度 这样子 那它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额度 比如说在对新加坡是1000亿人民币的 更多了 是 所以这个500亿它其实并不是一个cash 一个现金给我们 是说让马来西亚的企业 或者是商家投资家 可以过去中国那边去投资的一个额度 叫你们去送死的 什么 叫我们去送死的 不至于吧 我们的领袖伟大的华社领袖讲礼物 包括你啊 你说礼物 那个不是礼物来的 中国的股市哪里可以去买的 吴敬连中国的权威经济家说比赌偿更坏 中国股市比赌偿更危险 这不是我讲的啊 我想所有的股市都有它的危机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不不不通不通 中国的股市有它的特性 8月到9月那两个月那里三四个星期里面看到了 进去里面就死的了 所以我不要谈它的形态很多内容不谈 所以这个要求你去呢就叫你中期而异谈 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这个不是礼物 来我们说回了这个RQFWI 我们知道说它的中文翻译叫做合格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 何博士您对这个RQFWI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没有人要的 没有人要 因为它是资金管制的国家 那么它的 因为中国资金管制 它是资金管制不能够自由流通 不能够自由兑换 所以才有需要这个QFII或者QDII QDII QFI 它的英文全名是什么 Qualified Qualified 你说人民币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但是有些个人的 在2002年过后 它是那时候设立嘛 2005年很多中国的银行 他们在IPO上市 好像ICBC 或者是那个Bank of China Bank of Construction 这些银行上市的时候 给了很多个人的投资 比如说Warren Buffett 去买了Sino-Pack 比如说Dime 比如说Google Set的一些人 去买ICBC几个Billion 那是个人的 Google Set本身是Institutional Investor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当时IPO的时候 2065年买了很多 不过中国的股市是因为 有很多的所谓的大小费 非卖金卖软卖不可以卖 所以它没有流动性的 所以这些人都在2008年走了 所以故事就是 这个是因为资金管制 它给你一个管道去投资 到了2008年过后垮了 过后 那么这几年呢 它连续几年死掉了 两三千 两千到三千点 那么到这十二个月 就是自动车搞起来过后上了下了 这是很恐怖的 这就是我当年 就是去年十二月 我写了很多报告 本来去清华研讲的研究院 我说一定账 账了过就掉了 掉了过资金管制 我当时的议策全部都准 包括交给黄卉康 交给很多个部长 交给北京的一些朋友 他们有没有去看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 我的预测就是 这个呢 就是我们当年的clock 我们的股叫新加坡 所以因为这样呢 我们绝对不可以去通过 通过QDI QFII去买它的股 所以你形容它是一个鳄鱼团 鳄鱼团来的 它的创业版 500间创业版有个记录两年前 上市的go IPgo 10亿10亿人民币 500间的老板全部不见掉 所以变成小股东说的就是纸张 张主任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觉得风险是会有 我想任何的股市都有风险吧 那至于说那个风险 值不值得去take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人 看个人的态度 那当然何博士讲的 他有他的观点就是 他觉得从历史的角度看 资金管制可能会把你绑死 或者是这类的 这些都是应该要考虑的风险 也对 但是至于应不应该 我就觉得 这个交由他们自己 另外一个就是你招令西改 8月多的时候 它随时就封锁 你说中国的政策招令西改 就是招令西改它的股市 因为它控制不了 加上它要修改人民币的那个basket 把人民币一下 要降不降 全世界被拉下那个时候 8月3号到 8月3号到 8月30号 那三个星期呢 把全世界包括马来西亚的 对